说到最强大的陆地动物,那一定是大象 那么,在河中最强的动物呢? 绝大多数人应该会认为是鳄鱼 但其实,与鳄鱼相比,河马的战斗力也是十分强大的 河马是一种体型庞大且相当强壮的哺乳动物 它们的躯干肥源成筒状、毛发稀疏,且全身皮肤裸露 河马主要栖息在非洲的河流、湖泊、沼泽和河岸地区 河马的体长通常在3.5到5米之间,雄性河马的体重平均为1800公斤 但是个别大的个体可达3000公斤,有时甚至更重 动物园里,河马总是一副看上去很温顺的样子 但千万别被它们憨憨的外表给欺骗了 河马的攻击力源自于它们的嘴巴 河马的上下额都非常发达,嘴巴可以张开到180度 这使得它们能够迅速张开嘴巴进行攻击或者吞食大量食物 此外,河马的恶步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可以在进食或者防御时做出快速而有力的动作 其次,河马的拳齿,特别是下部的拳齿,非常锋利 长度可达50厘米,而门牙可达40厘米 得益于它们的牙齿,河马的咬合力非常强大 雌性河马据估计可以达到1800磅 而雄性河马的咬合力甚至能达到惊人的3000磅 这使得河马在防御时能够轻松地对敌人造成伤害 接下来说到河马的防御力 河马皮肤的厚度可达6厘米 而且皮肤下面还有厚厚的脂肪层 河中最危险的凶手,非洲的尼罗厄 也因河马庞大的身躯而无法咬住它们并造成伤害 要知道,尼罗厄的咬合力可达4000磅或以上 但是,鳄鱼的嘴巴扁平且尖锐 更适合捕捉体型较小的猎物 对于像河马这样庞大而强壮的动物 鳄鱼的嘴巴通常无法完全张开并咬中河马的躯干 除了强大的防御力以外 河马还是群居动物 试想想,捕食者连一只河马都如此难对付 更何况是一群河马 所以,在有的选择的情况下 肉食动物们通常不会选择去捕食河马 失败的几率更接近100% 通常能得守的都是河马宝宝 然而,除了气候变化 水资源利用和水污染等环境因素 能对河马的数量造成威胁外 真正能对河马造成威胁的 往往不是其他动物 而是人类本身 河马的肉 皮革和牙齿等都具有商业价值 在某些地区 河马可能成为非法狩猎和盗猎的对象 这些活动导致了河马数量的急剧减少 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 为了谋取生计或者追求利润 人们可能会烂裂河马 最后 河马每年造成的人类死亡事件 可高达500起 尽管河马通常被认为是相对温和的动物 但当人类进入河马的领地 或者与之接触时 它们可能会感到威胁 恐惧 并可能会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 因此 人类应该尊重河马的领地和行为 以减少与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请不吝点赞订阅